甲布列總理閣下抗力 各位貴賓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首先本人請代表 中華民國政府 以及我們全國人 熱烈的歡迎 盛多美普林西比 民主共和國 總理甲布列閣下 抗力率團來訪華 我們知道盛多美普林西比 是在1975年的7月獨立的 那麼在1997年呢 5月份與我們中華民國 建立了外交關係 從那個時候開始 雙方的關係就十分的良好 我們推動各項合作計畫 來強化雙邊的關係 這十多年來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在協助盛國改善基礎設施 衛生 教育 農業技術 資訊科技以及提升能力資源 等方面成果相當的豐碩 尤其是在列籍的防治工作上面 我們讓該國的列籍的罹患率 以及死亡率都大幅的降低 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度肯定 另外我們也協助新建完成了 這個聖渡馬路火力花電廠 這個花力花電廠供應了聖國 所需要電力的50% 對該國的民生幫助其大 此外我們新的一些合作計畫 也正陸續在推動之中 同時我們也導入新的資源 譬如說我們的台北醫學大學 現在正在規劃一個台灣醫療與公共衛生中心 這個例子在執行之後 可以進一步的大幅提升聖國的醫療水準 聖國向來是我中華民國堅定的友邦 歷年來都主動協助我國在各項參與國際社會方面的訴求 比如說在今年呢 我們聯合國的大會中聖國也發言支持我國有意義的參與 所以本人願意藉此機會表達我國政府以及人民 對於聖國政府以及人民的誠摯感謝 我們也希望聖國美布林西比將來能夠一本初衷 繼續在國際社會堅定的為我國發言 最後我們再度祝福賈布列總理閣下抗力 政公康泰並力祝此次返華順利成功 謝謝